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 大家早上好 在开始之前 先确认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各位 你们还在吗 给我听一下你们的声音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第二件事情 我想问一下后面的朋友 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吗 听到 好 第三件事情 各位 我这样的高度 全场都看得到吗 看到了 谢谢你们 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 为什么 因为终于轮到我上台了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 现在 我喜欢年尾这个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年尾是总结我们过去的努力 跟我们展望未来最佳的时刻 对不对 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各位 你们的2022年过得好不好 过得好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是很多 过得不好的举手我看一下 也不是很多 这样没有举手的举手我看一下 也不是很多 你们有在场吗 OK 不管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 各位 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今天Jedic站在这个台上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今天我站在这个台上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Jedic是怎样看见爱多美 怎样选择爱多美 跟怎样一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今天这个时刻 有听过我的分享吗各位 有些人有听过 有些人应该没有听过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听过 今天都给大家来一点不一样的好不好 好 这样我们就一个热烈的掌声 再开始今天的课题 首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Jedic 我是爱多美的网冠大师 我来自柔佛行山 其实呢 我是在什么时候遇见爱多美的呢 我是在2015年的年尾 各位就是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2015年是我中学毕业过后 出来社会的十周年 十周年 这十年来 我出来社会这十年来 我做过非常多的工作 从做老师开始 各位每次我讲到老师 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老师 但是我真的做过老师 只是我做老师的时候是有头发的 后来呢 我做了什么 我又去做了补习老师 又开了补习中心 又在新加坡打工 又自己创业 又做保险 又做指销等等等等 到最后呢 我一直换工 一直换工 一直换工 很多人都问我 Jedick 为什么你一直换工 其实呢 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 出来社会我有一个梦想 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各位 可能现在很多人讲 Jedick百万罢了嘛 现在百万都不够用了 但是 这个就是我一直换工的原因 因为每当我做一份工作的时候 一个月赚两千块的时候 我问自己 如果我一个月可以存一千块 我几时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各位 如果一个月存一千块 几时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一年就存十千块 就是一万了 这样成为一百万要存几年 几年 一百年了 对吧 一万乘一百就一百万嘛 所以一百年 各位一百年过后 成为百万富翁好不好 不好 太老了 对吧 可能都活不到一百年 所以的话呢 我就想不可以换 所以我就换去更高薪水的工作 我在新加坡做工 我讲我一个月可以存 两千块的话 我也要五十年才可以成为百万 五十年过后 我七十岁成为百万富翁好不好 各位 不好 所以我就再换 其实在我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不断的再换 再换 再换的时候 我曾经也有赚到钱 只是它并不稳定 所以换到三十岁 不是三十岁 换到二十八岁的那个时候 我毕业出来的十周年 我可以用两个字 总结当时的状况 这两个字叫做 潦倒 如果再加两个字 就是非常潦倒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Uber的司机 为什么我选择做Uber 因为我不知道 到底我要做什么 我找不到一个真正 可以让我实现梦想的机会 所以我就做这Uber 那个时候呢 做Uber其实 不是很赚钱 因为Uber刚刚登陆嘛 IC 那个时候我在JB这个小地方 一个月不稳定 大概可以赚一千到两千块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在供这一辆车 那辆车一个月要供一千七百三十五块 各位我都不知道 我有没有赚到一千七百三十五块 但是我要供一辆一千七百三十五块的车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供的 但是那辆车差不多要被拖走了 各位 这样子的情况 你都可以知道 肯定是钱不够用的 但是那个时候 为什么JDK活下来 因为有一个人每个月都救济我 这个人是谁 就是我的妈妈 但是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羞愧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要到三十岁的人了 我还要每个月跟我妈妈伸手拿钱 各位我真的没有信心 我真的觉得人生到底就是这样子 在那个时候我到底穷到怎样 各位你们有打过油吗 各位 有打过五块钱的油吗 不是打摩托啊 是打车啊 不是我不要打多一点 但是我打了超过五块钱 等一下我就没有钱吃饭 所以我就打五块钱的油 各位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最潦倒的时候 我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你应该猜不到 这个东西呢 在7-11跟油站都可以买到 是一个六毛钱的面包 唯一的变化就是 我可以从瓦尼拉换去巧克力 再换去加工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的状况 最近我去看一下这个面包好像起价到超过一块钱 各位这样子的一个Jedic 你们想看一下那时候是怎样的吗 来掌声一下 有吗 照片看一下 这个是我那时候是一个Grab Car 这个Uber司机的时候的这个状况 那时候还有一点点头发 OK 其实呢在这样子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这个人 他跟你分享爱多美 你要跟他吗各位 你们笑就是不要跟哦 如果是我 我也是不要跟他 就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个人 你要想要跟他分享爱多美吗 我可能有人想要跟他分享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人生 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在爱多美成功 但是呢 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就来找我 那个就是我遇见爱多美的时刻 其实呢这个人呢 他来找我的时候呢 他特地驾了300公里的车 从KL来到JB 讲要请我喝咖啡 各位这个咖啡要喝吗 人家300公里都驾下来了 当然还是要喝的 OK 所以的话他在跟我讲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Jedick 300公里哦 还请你喝买咖啡哦 他介绍的牙刷还有黄金的哦 你觉得这只牙刷牙膏应该要卖多少钱呢 我想一想 不会是要卖100块吧 但是他最后他告诉我 这个牙刷跟牙膏 加起来没有超过10块钱 各位那时候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Jedick 你这样穷了啦 这个牙刷牙膏没有超过10块钱 各位可以买吗 我觉得可以买 因为牙刷牙膏 可以用超过一个月嘛 打油5块钱是打一下子不了 懂吗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牙刷牙刷 Jedick是买得起的 那时候Jedick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 Jedick这样穷的人都买得起这个牙刷牙刷的话 各位请问 我周围的人买得起吗 买得起 因为他们都没有比我穷 各位 这个是不是我的市场 是我的市场 我在想 这些人如果用到牙刷牙刷好的话 他们继续用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我会继续有钱赚 对吗 各位 那个时候我在想 如果今天 爱多美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我改变人生的机会 其实很多人他都看到爱多美 但是他不一定有看懂爱多美 各位看到跟看懂爱多美 其实它是有本质的区别 什么叫做看到爱多美咧 看到爱多美就是 我知道爱多美很好 我知道爱多美有不错的产品 我也知道爱多美有人在这里赚到钱 但是 跟我有关系吗各位 没有关系 对他来讲 爱多美只是众多选择当中的其中一个 这种是看到爱多美的人 但是什么叫做看懂爱多美咧 就像Jedick 那个时候呢 我告诉我自己 如果爱多美真的是东西好 又这么便宜 这就是我的市场 这就是我的机会 这就是我的机会 这就是我改变人生的机会 所以各位 你们今天坐在这边 从早上听到现在 你们是看到还是看懂爱多美 看懂爱多美的来举手我看一下 来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所以很多人讲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呢 也看懂 看到看懂的都很多啦 但是我想讲呢 其实很多人在我经营爱多美的这六年的时间呢 到现在啦 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 我今天也问大家一下 他问我 Jedick 你做爱多美啦 走到今天 最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各位你觉得做爱多美最难的是什么时刻 觉得是一开始的时候举手 觉得是中间比较难的举手 中间举手 现在就是在中间这些人 OK 觉得是现在比较难的举手 现在都不难喔 OK 所以各位 其实什么时候比较难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万事起头难嘛 对吗 为什么一开始比较难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从什么都没有 要开始创造 开始创造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们创造了 我们付出努力了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付出时间了 但是不一定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成绩 那个时候的Jedick 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下经营爱多美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爱多美太舒服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爱多美还没有正式登陆马来西亚 这里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里面的人 大家认识吗 光头那个你肯定认识咯 就是我啦 在我旁边那一个是谁 是我们最年轻的王冠大师 Vincent 我的兄弟 OK 这张照片 是什么时候 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把产品带回来 我想问大家 你们现在订产品是不是很方便啊 你们只要 如果有顾客要下单买产品的话 只要教他怎样上网 按按一下 超过290块免费寄到假 对不对 如果你不要买290也可以 全买有400家中心给你寄过去 对吗 这个是现在的爱多美 但是那个时候的Jedick 那个时候的Vincent 我们要做爱多美的时候 没有产品 所以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去请上线帮忙 订货 然后我们去新加坡 把产品带回来 各位 把产品从新加坡带回来 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要过Custom 过Custom 也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如果被发现的话怎么办各位 两种情况 一就是充公 二就是罚款 对吗 各位 罚款跟充公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没有钱 我在想如果真的被罚款 真的被充公的话 我要怎样去面对我顾客 我要怎样去告诉我的下线 你们的货已经被充公掉了 所以每次过Custom 的时候我真的很压力 我个民生就一直推来 推踢到底谁要驾车 因为驾车的人要装作很镇定 我又不是那种会骗人的人 你看我就知道 所以的话呢我每次很紧张 到后来的时候没有办法了 因为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还要加一辆 我也要加一辆 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 这么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去把这些货带回来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你做爱多美 需要你特地去新加坡订货 过Custom把货带回来 各位请问你要做吗 要做的举手 没有人要做你看 谢谢 所以各位 我们那个时候难不难 你们现在有没有比那个时候的 Jedick更为真难 没有 现在的大环境太好 很多人也跟我讲 Jedick 我想要做爱多美 但是我一开始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年轻 我周围都是年轻的人 没有什么人脉 没有什么经济能力 各位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给大家看另外一张照片 不是我啦 OK 这张照片大家认得吗 知道里面在讲课那个人是谁吗 没有啊 等一下 先看那个女的 看得到吗 看到吗 这个讲课的人是谁啊 佐佐老师 各位 这一个佐佐老师 他在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24岁 那个时候他做爱多美的时候 你看他讲课的人 里面全部都是年轻人 对不对 只有一个是白头发的 我已经看过了 OK 所以各位 年轻人是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market是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是你有没有要罢了 这个佐佐老师 24岁的时候做爱多美 到今天六年时间 在爱多美成为皇家大使 月收入七万块 给他一个掌声 再来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讲课的人 大家又认得 就是那个最年轻的王冠 各位 这一张照片 我每次放出来的时候 人家都问我 Jedick 怎么你不要拍全场 各位不好意思 这个就是全场 全场只有四个人罢了 红色A跟紫色A的 不是我们的人 别人叫来的 中间那个女的是我叫的 Vincent叫了一个 所以各位 王冠大使讲课 也只有四个人 各位 你们做home party 有没有超过四个人 所以各位 你们的起点 都比王冠大使高 如果今天你们做home party 的人数高过他的话 其实各位 你们的条件更好 这个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跟我讲 Jedick 我看你们现在做爱多美都很容易 随便讲一下课 就有钱了 各位 这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如果你现在觉得很难 觉得组织还没有大 还没有人 还没有人 要跟你一起做 还没有好的收入的时候 各位 看一下 有没有很难 有没有他们这么难 各位 难 它只是一个过程罢了 如果当你觉得难的时候 你放弃 各位 那个就是你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没有放弃 你继续努力的话呢 会怎样 可能就开始改变了 所以很多人他看到爱多美 他也看懂爱多美 但是为什么没有在爱多美成功 各位你们知道吗 其实看懂爱多美 但是没有在爱多美成功 的人只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 他们还没有成功的时候 就已经下车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坚持到成功为止呢 今天给大家一个答案 为什么 曾经很多人问我 Jedick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我告诉他 其实我没有想过要放弃 我只有想过 要不要开始爱多美 当我决定要开始爱多美过后 我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各位 在爱多美 你是为了什么 来做爱多美的 各位 你是为了什么来做爱多美 钱 很多人都是为了钱来做爱多美 但是各位 钱是不是你非要不可的理由 做爱多美 不一定是的 我想跟大家讲 我们一定要找到 我们真正要在爱多美成功的理由 你才可以坚持下来 那个时候这么难 没有产品好买 Jedick又没有人卖 做HomeBuddy又没有人来 各位 为什么我要坚持 因为我有一个非要不可的理由 各位 如果今天你不知道 你怎样找到那个非要不可的理由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要不断地问自己 为什么 各位刚才我问你 你为了什么做爱多美 很多人讲 因为我要赚钱 各位 我也曾经问过很多新人 我问他 请问你在爱多美要的是什么 他告诉我我要成为销售大使 各位 我想问 我问他 你要成为销售大使 我问他 你知道销售大使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吗 你知道销售大使要做什么 才可以成为销售大使吗 他讲他不知道 各位 他不知道怎样成为销售大使 但是他要成为销售大使 请问销售大使 是不是他要的东西 不是的 销售大使是谁的目标 是他上线的目标 各位 我也问过领袖 各位领袖 请问你要 你在爱多美你要的是什么 领袖告诉我 他要的是30千一个月 我问他 为什么你要30千一个月 他跟我讲 因为30千一个月比较够滑 各位请问30千比较够滑 这个是他要的吗 不是的 因为如果遇到困难挑战的话呢 可以不可以赚20千就好 也是可以的 如果再难一点的话 赚10千可以吗 也是可以啊 因为30千只是比较够滑了 罢了嘛 不是一定要赚到罢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各位 我们一定要找到 为什么我们非要在爱多美成功不可的理由 所以我就问我自己 你为什么要做爱多美那个时候啦 我告诉我自己 因为我要赚钱 这为什么你要赚钱 因为我要让我妈妈退休 为什么你要让你妈妈退休 因为我妈妈在新加坡做工超过10年 做夜班 为什么你妈妈在新加坡做工超过10年 你要让她退休 因为我知道 我再不让她退休 我也不知道她还可以撑多久 各位 你们有做过夜班吗 有些人有啦 我看到有人点头 各位 我曾经在新加坡做过夜班 我做一个月罢了我就辞职了 为什么 因为太累了 那种累不是可以补回来的累 那种累我做一个月我就辞职了 但是我的妈妈 她在新加坡做这个夜班 做了超过10年 每次当下午的时候 我载她去等巴士的时候 我看到她在那边等巴士去上班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Jedick 为什么你已经30岁的人了 你还要让你的妈妈 差不多50岁的人 还要在新加坡做工 那个时候 我真的 觉得我应该 我一定要 给她更好的生活 其实我妈妈 去新加坡做工 是不是她的选择 不是她的选择 她是没有的选择 为什么 因为她有一个不孝的儿子 还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30岁还没有成功 还没有办法自食其力 还要跟她伸手拿钱 所以为了这个家 她必须去做工 再累她都要坚持 做了10年 各位 我想我已经长大了 我不可以让我妈妈 再继续受苦了 所以当我看到爱多美 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一定要让她赶快回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算了一下 我要赚多少钱 那个时候我算了 如果我在爱多美 可以赚到1万块的话 我就可以让我妈妈退休 所以各位 今天你做爱多美 非要不可的理由是什么 各位 钱并不是那个最终的结果 我们都是为了要赚到这个钱 去改善我们最爱的人的生活 对吗 各位 现在的你有没有你最爱的人 有没有你想要给她 更好生活的那个人 你想要为了她做什么 你现在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做爱多美 是为了自己 你是可以不要赚这样多的 你也是可以少滑一点的 你也是可以不要这么快升级的 但是如果是为了他们的话 你可以等 我每次出去分享的时候 分享到很夜 很多人讲 Jedick我昨天看你在这边 今天又飞去那边 你不会累的 各位 你觉得我会累吗 我肯定也是会累的 但是我想到一个人 我就不会累了 我想到我妈妈还在作业板 各位我可以讲累吗 我不可以讲累 我想到我妈妈还没有休息 我就不可以停下来 所以我就不断地奔跑奔跑奔跑 所以走到现在 我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找到你在爱多美 非要不可的理由 把它放在你的头脑里面 当你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 遇到挑战的时候 你要想起 那个你最爱的人 请问你可以继续让他受苦吗 如果不可以的话 请赶快努力 所以当我有了自己 非要在爱多美成功 不可的理由过后呢 我就在想 我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各位经营爱多美 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挑战 肯定会的 因为我们要赚的是大钱 我们要把所有的钱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赚完 我们就要去承受 很大的这个困难 所以在这个承受困难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是想去解决的 各位想知道吗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个字 这个四个字 有听过我分享的人 应该知道 这四个字叫做什么 想尽办法 各位很多人 我跟他讲了 你要想尽办法 但是呢 他跟我讲 Jedick我已经想尽办法了 但是 各位请问 想尽办法过后有没有单识 没有单识的 想尽办法就一定会做到 我举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 当我最近在跟很多下线聊天的时候 很多下线跟我讲 Jedick老师 最近MCO过后 我要找人家 但是很多人都不要见我 各位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有哦 这样呢 你是怎样回复他的 我跟他讲 想尽办法去见他咯 我已经想尽办法了 但是他还是不要见我 各位我给你一个 什么叫做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呢 不是想如果 他不要 不是想他不要见我怎么办 是想 如果他要见我 会是什么情况 各位 你的顾客 你的下线 你的朋友现在不要见你 如果他会见你 是什么情况 我就在想 如果他会见我呢 应该是他不小心遇到我 这样不小心遇到我 就没有办法不要见我 对不对啊 所以我就要制造机会 让他不小心遇到我 所以怎样让他不小心遇到我咧 来 赶赶拍一下先 怎样让他不小心遇到我咧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 所以我就打包了一个 我就去到他家门口 我跟他讲 刚好我打包一个超级好吃的 我又在你家这边附近了 我现在拿过来给你 各位 我知道他在家 因为我在家对面 所以我买了过来 去到他家按钉咚的话 各位 他可以不要见我吗 他不可以不要见我 所以他见我了的时候 我就在想尽办法 他没有叫我进去 这样我要进去怎么办 对 我就跟他讲 你要急可以借厕所一下吗 当然人家一定要给你进去上厕所的嘛 对吗 所以我就进去上 上了过后怎么办 可以喝一杯水吗 喝水不可能站住喝的吗 坐下来喝咯 坐下来喝就可以聊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要见一个人 我是想尽办法 就要见到他 就很像我的上线来找我 他是想尽办法 驾300公里的车驾下来找我 各位今天你要找你的朋友 要找你的下线 要去影响你要见的人 请问你有没有想尽办法 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很多人跟我讲 Jedick 我找不到要做的人 各位 这句话本身具有一个问题 因为要做的人不是找回来的 各位 要做的是怎样来的 影响回来的 各位 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的组织 现在没有要做的人 请问 你应该要做什么 你是不是想尽办法 影响人家来做 对吗 这样我想问大家 你的组织有没有一些 potential的人 有可能会要做的人 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各位想一下有没有 有对不对 这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你多久找他一次 这些你觉得potential的人 请问你多久找他一次 每个月有找的举手 我看一下 没有多少个人举手 你三个月还是半年找他一次 请问他会要做爱多美吗 不会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影响一个人 来给我们做爱多美 我们要想尽办法去见到他 想尽办法去影响他 就像给我们的讲师讲的 你打电话跟人家讲爱多美 讲精致度他可以明白吗 他跟你讲明白 但是他其实也不懂你在讲 我要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也是没有人 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一个人 他是做微商的 我就想尽办法要去影响他 所以我知道他的店在哪里 我每个月就想办法找他 你有没有在啊 你有在啊我过去找你坐一下 你有在啊我可以上去找你喝茶一下吗 每个月我都坚持要找他一次 各位每个月找他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不要他忘记我 目的就是他要看到我就想到爱多美 对不对啊 我找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 各位你可以坚持找一个没有讲要做的人 坚持找他八个月吗 各位可以吗 应该是不可以的 各位我坚持找了这个人八个月 八个月过后这个人来做爱多美 现在他是皇家大使 所以这个就叫做想尽办法 各位如果你一定要成功 你会不会想尽办法 如果你有你一定要做到爱多美 在爱多美成功的理由 你会不会想尽办法 各位所以接下来 所有的困难跟挑战你们都要怎样 想尽办法来给自己一个掌声 还记得刚才那个在Gantier旁边的Jedick吗 不记得哦 再给大家看一下 OK 刚才我问大家 如果这样子的人跟你分享 爱多美你要跟吗 很多人讲不要 很多人笑 OK 但是我知道我在爱多美我要成功 我必须要改变 很多人都跟我讲Jedick 我做爱多美不可以啦 我很内向 各位你看我像内向的人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如果你跟我讲的不是爱多美啦 你坐在我旁边 一天我都可以不要讲话 不是我不要讲话 你懂吗 因为我真的不懂要讲什么 你问我上线门 他们都知道 所以各位 这样子的人要做爱多美的话怎么办 很多人也是跟我讲 Jedick 我也是很想做爱多美 不过我是内向的 我不喜欢跟人家讲话的 我很害羞的 我可以在爱多美成功吗 各位不要讲话又要在爱多美成功 怎样 可以吗 各位你们有出去做工哦 你做工的时候老板有问你是内向还是外向吗 你要拿我的薪水 所以我没有管你什么事 你就是跟我出去找人 对吗 但是我们在爱多美的时候 你可以内向 但是呢 Jedick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在我没有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是Jedick的Mood 各位 驾车有没有驾过 现在的车都有 至少都有Eco Mode跟Sport Mode 对吗 所以我没有做爱多美的时候 就是Eco Mode 没有讲话的 做爱多美的时候就是Sport Mode 所以我做爱多美的时候我就要兴奋吗 各位没有兴奋怎样影响人 没有兴奋讲爱多美有没有人要听 没有 所以我做爱多美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把我的长袖衣拿出来穿 长裤拿出来穿 头发梳亮一点 不是梳亮一点 剃亮一点 来跟大家分享爱多美 所以当我这样子改变我的Mood 来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的人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各位 你们现在是什么Mood Eco Mode还是Sport Mode 可以给我看一下你们的Sport Mode吗 这样子就可以影响人了 所以各位 内向不是问题 但是我们要在爱多美成功 我们就要看下那些成功的人 是什么样子的 你有看过 静静没有出神的人做成功爱多美的吗 没有的吗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做爱多美 就要学习这些成功者的样子 所以我就想从那时候开始学习 不断地改变到走到今天 很多人会讲 Jedick 你们一开始 又要去新加坡搬货 又没有人 又要找很多人 又要换Mood 又要跟人家借厕所 这样辛苦 需要吗 各位 需要吗 最近有一些下线问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Jedick老师 我老公问我 他讲 你做到这样辛苦 才拿那两百块 需要吗 各位 你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吗 各位 我觉得不是需要跟不需要的问题 我觉得是我愿意 我愿意拿这两百块 但是为什么我愿意咧 各位 今天我们来做爱多美 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就决定你在爱多美 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如果我们是打工的想法来做爱多美的话呢 这两百块你就看得很重 对吗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座有打工的朋友吗 有对不对 如果同样差不多同样的工作 三千块薪水跟五千块薪水 请问你选哪一个 五千肯定 因为我来打工 哪一个给薪水高 我就拿哪一个 对不对 这是打工的思维 但是各位如果今天 你有没有做过神医 或者是你周围有没有人做过神医 有对不对 我想问大家 请问做神医第一个月会不会赚钱 不会 半年会不会赚钱 不一定 一年都不知道会不会赚钱 对吗 但是为什么你有做 不是因为爽 是因为你看到的 不是现在有没有赚钱 你看到的是因为你成功了过后 做神医做成了过后 你可以赚到的是大钱 对吗 各位你来爱多美你看的是两百块吗 不是两百块吗 你看的是成为 Auto Sales Master 每个月可以拿一万块 对不对 你看的是成为领袖俱乐部 每个月拿三万 你看的是成为皇冠领袖俱乐部 一年超过一百万的收入 对吧 所以现在拿两百块重要吗 不重要 也不需要 但是我愿意 对吗 所以做爱多美 所以做爱多美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登陆马来西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做爱多美 要去搬货啦 这个啦那个啦 但是一分钱没有赚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做爱多美 因为我看到 如果我在爱多美成功 我就可以改善我家人生活 我要赚到那一万块 让我妈妈回来 我要把我妈妈从新加坡输回来 所以爱多美 我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开始的 我想问大家多一个问题 各位 很多人有打工对不对 如果啦 现在你做一份工 老板给你三千块薪水 OK 现在如果 这个老板问你 你再做多一个这样的工作量 再给你多三千 各位你要做吗 要做的举手 没有人要做 有一点点 为什么其他人不要举手 不缺钱喔 像这个现在做这样拿三千 你又做 所以做这样拿三千 但是做多一点 拿多一个三千 你不要 因为你要android life 你要轻松一点 这样我问大家第二个问题 如果做这样拿三千 现在老板讲你做这样给你六千 要吗 要的举手 开始比较多人要了 OK 如果这个老板跟你讲 做这样拿三千 现在做这样拿五倍 十五千 要吗 要的举手 很多人要了 十倍的话呢 更要全部人举手 各位 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你要做工吗 你做工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为了生活 为了赚钱 对吗 所以如果老板给你十倍 你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做 对不对 加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没有这样子的老板 没有这样子的老板 事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老板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当我遇见爱多美的时候 我问回自己 Jedick同样的问题 我讲 Jedick如果爱多美可以给你一倍 两倍五倍十倍的话 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各位 今天爱多美可以给你五倍十倍 甚至更多的话 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对 往死里干 我们的大哥讲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Jedick如果爱多美可以给我赚一万块的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我可以不要吃饭 不要睡觉 就是做爱多美罢了 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 要做到爱多美 有吗 还不是很多人有 各位 如果你可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爱多美要做成功 你就一定会在爱多美成功 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 为什么会走到现在的原因 各位这六年来 这段路讲真的 一开始真的不容易走 但是最难走的也就是那一年 爱多美没有开的那一年 那一年过后 我就开始很轻松了 因为每个月都是 钉钉三万块以上 所以各位 如果今天爱多美可以给我们五倍十倍 甚至百倍 你愿意吗 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我愿意 各位 在二零 二 几年 我看一下 2021年 就是去年 我经营爱多美的第六年 我成为爱多美的王冠大使 来看一下 成为王冠大使代表什么 代表公司要给我现金一百二十万 各位还记得中学时候 刚刚毕业出来的那个梦想是什么吗 成为百万富翁 在爱多美 一个王冠大使的特别奖金就超过一百二十万 这个还没有包括其他的bonus 所以的话呢各位在爱多美呢 经营了六年过后呢 现在呢我每一年都可以一直成为百万富翁 各位你们要成为百万富翁吗 你要一辈子做一次 还是每一年做一次 还是每半年做一次 越多越好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各位 到底有什么行业 到底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让一个人在六年的时间 从一个月赚两千块不到 到现在一年可以赚超过百万 这是多少倍的成长 这是超过百倍的成长 也就是讲我在爱多美做一年 我以前做Uber十几要做一百年 各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因为这是一个倍增的生命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经营爱多美 是不是最好的时候 以前我经营爱多美的那个时候 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我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真的这样好吗 几十开 不知道 所以讲很多 也是死很多 各位知道吗 但是现在的爱多美 有没有人知道 家喻户晓 今天在场都有三千人 在外面还有很多人 他们可能没有看懂爱多美 但是他肯定听到过爱多美 对不对啊 所以现在各位 如果我们要出去找顾客 会难吗 其实是不会难 因为很多人已经知道爱多美东西很好了 现在在这个市场上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把顾客照顾好的人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做不好的是什么 各位你们知道吗 服务 只要你愿意做好这个动作 服务的话 我跟你讲 你就赢完很多人了 所以的话呢 我到现在 我还一直在做 很多的服务 跟我的这些顾客啊 朋友啊 下线 下线也是要服务咯 所以的话呢 各位 如果今天你要把你的顾客 下线朋友经营好的话 我给大家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叫做什么 这个策略叫做 让他喜欢你 各位你的顾客有喜欢你吗 你们有没有问过顾客喜欢你吗 没有啊 很奇怪咩 我每次问人家 你喜欢我吗 如果他讲他喜欢我 我就这样 你可以介绍人给我吗 这样我就有人了吗 对吗 各位我发现到很多人 现在在经营爱多美 到现在的人 很多他跟顾客的关系 是买跟卖的关系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吗 各位如果今天顾客跟你 只是买跟卖的关系 他可以被跟别人买 还是可以跟别人买嘛 因为我都不喜欢你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们会让人家喜欢你吗 不会哦 你们有没有追过人 还是有没有给人家追过 有哦 你怎样让人家喜欢你 就是你把他当成你的女朋友 这样来追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希望各位呢 趁现在爱多美 是一个爆发期的阶段 各位刚才我们很多好消息 已经告诉大家了 明年2023年有很多新产品要进来 明年2023年有很多 好消息会诞生 各位我看到现在的爱多美 我在想 爱多美韩国也是3000万人口 爱多美韩国 已经有13位准王大使 我在想 如果10年过后 或者是多几年过后 爱多美马来西亚 会不会有很多准王大使 你们知道在韩国的成功学院 一个月诞生多少个销售大使吗 不是几十个 不是几百个 是几千个小售大使 各位 多几年的爱多美马来西亚 会不会也有 每个月几千个小售大使 也是有机会有 问题是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你要坐后面中间还是坐前面 肯定是要坐前面的 各位现在就是我们的时候了 现在就是我们的时机了 OK 所以其实在经营爱多美这个过程当中呢 刚才跟大家分享很多 其实都不是技巧 技巧只是一点点 很多的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心态 就决定我们会走出这样的结果 其实在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都很喜欢去成功学院 因为我知道在成功学院 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个很平凡的人 在爱多美他们的改变 都让我觉得我不能就这样过我的一生 这里给大家看几个照片 这几张照片呢可能有些人看过 但是这几张照片呢 它就是在我经营爱多美的过程当中 一直激发到我的 你看这个穿成色衣的阿姨 这个阿嬷 那个时候六年前我遇到她的时候 我问她阿姨一个月赚多少钱 她跟我讲 Jedic我一个月赚十万马币 各位 这个阿姨一个月赚十万 你可以答汉吗 不可以答汉 不可以答汉就不要答汉了 你看中间那个阿姨黑色衣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她是做爱多美的 我以为她是我们上线的 这个什么 亲戚过来帮忙泡咖啡罢了 是不是跟你邻居长得很像 不是你一个邻居的邻居 是你家的邻居 OK 这个阿姨我也是觉得她很普通 但是这个阿姨呢 在MCO期间 我在韩国的成功学院的这个舞台 我看到她上台 她被表扬了各位 你知道她被表扬什么level吗 皇家大师 各位这样的阿姨做皇家大师 你可以答汉吗 不可以答汉就不要答汉了吗 还有这个 全球第八个尊王大师 你看这样的uncle 你可以答汉吗 各位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要给人家逼一下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看这些人 我就问我自己 Jedic你可以答汉吗 不可以答汉 这样就不要答汉 不要答汉就敢敢改变 各位 不是看到人家的故事罢了 Jedic自己也要写自己的故事 所以从六年前开始 Jedic开始写自己的故事 这张照片呢 是六年前 我跟很多伙伴 在JB一开始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开始经营 这张照片我觉得很经典 所以今天要放出来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下这张照片 里面全部都是小屁孩 OK 只有一个是五个孩子 OK 这张照片你看后面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钱 我跟我的brother Vincent 特地想办法租了一个地方 来做home party 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钱买projector screen 后面就掉出一条摆布 就开始了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钱买影响 所以我们就租了 不是租 跟人家借了一个影响 听讲到现在也没有还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 开始的爱多美 各位 难不难 也是很难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爱多美 我发现到呢 很多人成功 他们都走出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 经营爱多美成功的精神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一定要在爱多美成功 他们都是想尽办法 他们都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一定要让爱的人 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所以六年后 到现在今天这一刻 已经不是我们罢了 在爱多美 有超过百位的人 都是领袖俱乐部以上 有很多的人 甚至年收入超过百万 各位 这个是不是你的未来 是吗 谁要年收入百万的举手 我看一下 来给自己一个掌声 六年的时间 爱多美创造了差不多一百人 有这么样子的收入 我相信未来的三年五年十年 会有更多的人 通过爱多美这个机会 在她的人生当中有所改变 所以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讲 真正在爱多美 除了刚才所有的想法呢 要有具备最后一个成功的关键 这个成功关键是什么各位 这个成功关键是 马上行动 各位 你想不想要改变你的生活 各位 如果今天现在这个房间很乱 椅子乱乱摆 全部很乱 如果我们要让这个房间变整齐 变干净 请问要做什么 要开始收拾对吗 我可以靠想的 让这个房间变干净吗 请问 不能的 所以你想要你的人生变好 你想要改变你的人生 想罢了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要讲 马上行动 各位 我们不只要马上行动 我们要大量行动 行动就是量大的基础 量大就是自身的关键 各位 什么叫做行动量要大 Jetty刚开始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一天 可以见四到五个人 我开始做了爱多美半年的时候 我一天可以做四场Home Party 一场Home Party见二十个人 一天见几个人 八十个人 四二八嘛 对吧 一个礼拜七天没有休息做完 可以见多少个人 五百六十个人 一个月三十天没有休息做到完 可以见多少个人 两千四百个人 各位 请问你一个月见多少个人 没有声音 各位 各位 我们不只要马上行动 我们要大量行动 我们要疯狂的行动 各位 你要让别人看到你的疯狂 你就可以取得疯狂的成功 你们想要疯狂吗 想要取得疯狂的成功吗 如果你们想要取得疯狂的成功 今天 各位 回去就展现你的疯狂 让你所有的人 让你周围的人 都看到你是疯子 当我做爱多美的时候 很多人讲 决定你疯了 当马云要做淘宝的时候 很多人也讲他疯了 当我们的董事长 朴汉基还要做爱多美的时候 也很多人讲他疯了 但是到现在 谁疯 那些看着我们成功的人 他们疯了 所以各位 如果 在六年前 这么潦倒的杰力 大环境这么不好的情况下 没有什么特别条件的杰力 今天都可以成为王冠大使 都可以取得这样子的成绩 各位 你可以吗 命运给我们一个比别人更低的起点 是让我们写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各位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不管刚才我们讲的2022年 你过得好还是不好 各位 所以2022年已经要结束了 重要的不是过去 重要的是 未来 重要的是明年 重要的是接下来 你想不想要成功 你想不想要改变 所以我希望大家 带着你非要不可的理由 带着你一定要成功在爱多美的决心 凤狂的行动 在2023年我们一起取得 凤狂的大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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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